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在会见中国复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时 强调女性回归家庭结婚生子的重要性 在中国妇女第13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 习近平说要积极培育新型婚育文化 加强对年轻人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的引导 应对人口老龄化 去年习近平第三个任期开局 中国人口出现60年来第一次下降 而2022年经济增长仅为3% 那中国政府的二孩三孩政策 为什么没有显示预期效果 操控人口能否解决经济下行的趋势 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 一位是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 还有一位是人权组织中国父权创办人张金女士 好 郑旭光先生一会儿就会回到我们的访谈当中 那我首先请教张金女士 那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去年中国人口减少了85万 这是自从1961年大饥荒以来的首次大幅度下降 那您怎么看中国人口出生率有哪些主要的 低下降有哪些主要的原因呢 通常来讲大家都是觉得是经济问题导致的这种下降 但是我认为它还有两个因素 一个呢是跟其他国家不一样的 就是中国的人的心理因素 就是说对前4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 大家心里面有阴影 那么有抵足的这种强烈的这种抵足心理 特别是到了就是能够看到80后的这些人 他们经历过他们看到过他们的父辈母辈的家庭 其他的人遭受过的这种苦难 那么他们心里面上有一种阴影 那90后的这些00后的这些呢 他们觉得凭什么你叫我生我就要生 你叫我不生我就不能生 所以他们有这种强烈的抵足情绪在里面 那么再加上了经济上面的这种下滑 还有呢就是成本升高 一个这个养一个孩子的这个成本 非常非常的高 那所以大家就就干脆就不生了 那就躺平了 对欧美国家呢 他们躺平他们生的少了 其实发达国家 他们是主要是以自由 妇女解放自由和妇女解放运动 导致他们就是不想生多的孩子 不想负担那么多 主要是想自己的自己 就是个性的自由解放 所以跟中国的情况还有些不同的 那现在一些专家警告说 中国正在陷入一场人口危机 会对中国这个社会和经济 造成长远的影响 那张金女士您认为人口减少 对中国经济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人口减少的话呢 会对中国将来的经济 而还不是眼下的经济 现在眼下的经济的这种 减少的这种状况 这种下行的话呢 主要是习近平的政策 是中共的政策的问题导致 他们的对外对内的各种不同的政策导致的 那么人口减少是看起来 就是说对下一代 就是再过多少年以后 如果我们在按以前的 在经济开放的这个时候 来算起的话 那它的这个比例 就是说同样的时间 同样的这种经济条件和 就是同样的这种环境 那外资也同样的投资 这种情况下 中国的经济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是因为人口 因为中国是制造业 以制造业为主的 那么你很多是需要一些精壮劳动力 你不是说像其他的国家 还有自己的一些研发生产什么的 那些有一些可以外包 所以中国主要是靠就是制造加工 主要是加工的这个大量的农民工 如果说这些农民工 他们没有了 好多都是农民的 当时生二胎 生三胎的这些精壮劳动力 那现在的状况呢 就是说国内的经济状况 就政策带来的这种状况 导致中国的经济下行 那么还并不是马上就显现在人口的问题上 人口现在负增长 那么是在将来十年二十年 我们就可以看到 就可以看到那个是非常严重 那个是打击性的 对中国是打击性的 这种毁灭性的这种打击 那么现在看到的呢 只是说有一些附带的产业 比如说幼儿园少了 妇产科妇产医院少了 那些接下来就小学少了 然后中学少了 当然这样子的话 就会带来教师业的减少 职业的各种职业 各行各业 对在这个方面的服务的减少 那么也就经济方面会受到顺伤 但是真正的打击 要到十年二十年才看得出来 那张金女士说 这个真正的打击 可能要在稍长的时间 十年二十年能够看出 而且这个打击是非常大的 不过也有人反驳说 虽然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 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之一 但是并不是最根本的要素 以德国为例 德国的总人口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萎缩了 但是IMF最新的预测 2023年德国GDP排名世界第三 超过了日本 那还有人也指出 再来看看中国自己的例子 在毛泽东时代 中国人口在三十年中增长了一倍 但是经济却冰于崩溃 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 中国人口速度的大 增长的速度大大的放缓了 但是国民经济生产总值 却翻了五番 那请教郑旭光先生 您怎么看中国人口下降和经济现状的关系 是不是一定要通过增加人口来振兴经济 我觉得这个是多重因素吧 刚才这个网友提到的 实际上他提的是各种条件的一种组合 会带来经济成长 你中国过去三四十年经济成长 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 它和国际间的技术市场资本的落差比较大 相当于一个班里的 如果有五十名学生 它的基础是从这个倒数第十名开始 那么如果说 那如果说他开始决心要好好学习了 那他的前期增长会非常快 但是你到了前十名的时候 你要增长一两名可能都很难 我就说用中小学 中国人比较理解的这个概念来说是这样 实际上过去几十年的中国的增长率 是这个特别是在2000年进入WTO之后 增长率是非常高 那么到了习近平这十年 基本上是一个6%的增长 就是说呢 同样的投资 同样的投资带来的回报是递减的 这个递减呢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落差在减少 就是由管理资本 由管理技术 和这种企业文化 这些东西带来的增值在减少 那么中国过去的主要是因为 打开了这个国际市场 以及引进国外的资本和技术 而这个资本直接投资 它是带着市场和技术一起进来的 从长期来讲这个GDP的下降 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那么我们也看到 当你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资本就会到更不发达的地方 但是呢 这个人口 青年人口更多的地方 这样就我们能看到 印度的所谓的崛起 越南的崛起 它是这么一个路径 资本永远是逐利的 所以刚才有朋友说的 这个德国的这个情况 就是说不是人口 但是人口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赞述 你比如说在未来可以预见 印度一定会超过德国和日本 一定会 这个人口创造价值 人劳动力 青年劳动力创造价值 这是一个恒定的东西 你除非就说 我就要闭关锁国 这是一个很非常现象 闭关锁国是一个非常的因素 不是一个正常因素 正常因素你要就是把毛泽东时期 看作一个非正常的时期 就像朝鲜一样 看作一个非正常的时期 那么你才理解它 那么在正常国家里头 像德国它是要引入青年的移民的 美国也是有大量的移民人口 那么包括在中国也是 上海实际上它的老龄化是非常厉害的 但是它引入大量的中西部的 和周边的这种青年人口来支撑 那么包括支撑未来的这个所谓的 就是你现在的这些老年人口 如果没有这些青年人 他们的养老金支付什么都是成为问题 所以从长期来讲的话 老龄化是一个 对经济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 另外很多人说 那我就产业升级好了 实际上习近平他们就这样想的 就说我们要用高素质劳动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所谓高素质劳动力 你必须有输出端的 你必须表现在一个更有品牌性 技术含量更高的市场接受的产品上来讲 所以你要说从中国制造 向中国创造的这个迈进 你就必须是嵌入在全球化这个产业链里头 而现在呢 实际上各国都有脱钩的态势 尽管现在不说脱钩叫做趋风险 那也是一种脱钩的做法 脱钩的做法 多元化啊 去风险啊 有岸外包啊 就是友好国家 近岸外包啊 临近国家 这样的话都在 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逆转的过程 全球化的逆转 完了以后青年人口的这种 生育率的减少 这些对中国的经济长期来讲 我觉得都是确定不移的灰犀牛 就是长期来讲是不看好的 那郑世光先生您刚才提到 这个举了几个例子 比如说美国 德国还有上海 都是靠这个移民来维持 它的这个经济的高速发展 所以说这个人口结构非常重要 那我继续请教郑世光先生 这个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措施 来试图减缓生育率的下滑 2016年政府放宽了 实施了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 允许家庭生育二孩 到了2021年政府又把这个限制 放宽到三孩 那自从那个以后呢 政府还颁发了一系列的 鼓励生育的措施 比如说现金补贴 减税 甚至还有购房优惠 那二孩三孩的政策 为什么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呢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预期啊 就是城市化之后 这种生育率都会减少 各国都是如此 就是你像在农村的一种生活 那么这个所谓的多生多育 它成为一种自然的一种文化倾向 而到了城市呢 因为它是完全市场化配置的 那你的生活和你的这个收入 比如收入来讲 因为城市以服务业为主 那实际上女性劳动者的 她的收入是不亚于男性 甚至有更多的工作机会 这样的事情不仅在中国出现 在美国也是这样的 所以有更多的妇女参与社会工作 参与社会劳动 那么从某种程度上 她就是对生育的一个意志 因为在职场上 妇女要打拼 要和男性取得一样的升迁的机会 取得一样的报酬的回报 那么生育是一个大障碍 你比如说 在她最黄金的生育期 也是她最黄金的工作期 就是20到30这个年龄 如果说她不用来 她不用来这个在工作上努力 而是去这个怀孕产假 带孩子 分出这个经历来讲 那她在职场上 她是没有办法 和同等条件下的男性去竞争的 这是非常难 你就是靠政府来强行的制定很多政策 但是企业家 企业是逐利的 她看得很清楚 如果说你有一段 比如说五年十年的时间 你是属于一个 同时要投身事业 同时要投身家庭 那你和一个完全全心全意投身 这个工作的男性 那给企业带来的回报是不一样的 那你国家准备拿出多少资源来补贴给企业呢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你看到发达国家 它往往都是通过移民 青年移民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解决了这个问题 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 它除非有大量的青年人口 它可以顶过这一段 但是呢 在发展后这个状态里头 实际上大部分人 在一种城市化 或者商业化的生活中间呢 它感觉不到这种大家庭的必要性 感受不到这一点 那么同时呢 也不可能激励这个妇女去多生育 这个也没有 这个激励也没有了 奥地利人口学家戈德斯坦 他就说 生育率的提升是经济繁荣的自然结果 在经济低迷时期 希望通过提升生育率 来达到刺激经济的目的 是颠倒了两者的因果关系 那我们当然看到这个 刚才郑旭光先生也指出了 这个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因素呢 导致了妇女参加工作 然后这个出生率自然就低了 那么在这个经济现在低落的时候 中国要刺激生育政策 能不能提升生育率 张静女士 中国刺激生育政策的话 它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 它通通各个方面的奖励 一些立法 一些社会福利 这些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是起不到根本的作用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说 比如说它的立法的话 它有一个规定 有一个法律 中国的状况就这样子 它不一定执行到最基层的 其实生育大经都是农村的比较多 中国的人口结构也是这样子 真正到农村以后 它的那些福利 社会福利 就是政府的一些法律的规定的 那些享有的福利的 层层的被盘剥 那么真正拿到农民手中 那就是少儿又少了 所以那个帮助非常小 这个就是促进不了农村妇女 去努力的去生育 那么在城市看来的 就稍微好一点 但是城市的比例 我们看到的城市的 所有的妇女生育 那是在中国人口当中呢 占的比例 那是一个小部分 主要还是在农村和 就是乡镇 那么它的鼓励政策 没有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呢 就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但是这种鼓励以后 这种生育 也是就是说很缓慢的 刚才我提到的 就是有它有心理上面的 抵住因素 还有呢 就是现在的这个 特别是这个经济的下行 经济的这种 很惨淡的状况下 农民没有工作 那么城市的妇女呢 也没有工作 还有一个因素呢 就是主要是针对城市的 妇女来讲 年轻一代 接受了很多外国的 就是国外的这些 妇女解放运动 他们也需要 争取自己的权益 那么他们在争取自己权益的 过程当中呢 常常受到打压 各种 你只要说反性骚扰 也受到打压 你对这个一个看法不同 遭到了明显的性别歧视 遭到了各种的不同的待遇 你一去说都是被打压的多 所以我不生孩子行吗 那就是城市的妇女 通常呢会采 有这么样一个心理砥柱 他们会就是场平 我不生 你这样能打压我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经济效益的话 这种鼓励性的政策性的东西 还是一个与这个社会体制 非常非常大的关系 这个体制和政策 如果是一个稳定的 是一个固定的 是开放的 开明的 那哪怕就是说 像以前的 回到以前的那个状况下 改革开放那个状况下都比较好 那么还不要说 如果说真的建立一个民主制度 像西方的国家这样子的话 可能呢这种抵足的心理因素 就会减少很多 在城市里面 那么农村里面的 得到的这种公平的福利 也会比较多 而且呢比较公平 不会被这么结构性的贪污 所以呢 这个差距在这个地方 所以纽约时报有一篇评论说呢 让女性重返家庭退出 劳动力市场 也是一种省力的做法 即使是在没有强制措施的 这个情况下呢 这种政治信号本身也会造成 中国妇女地位和权益的倒退和恶化 那继续请教张金女士 我们知道这个生育率低的 另一个相伴的话题就是 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 那目前中国年轻人失业率超过20% 有数据显示在2020年外卖起手中有大专以上学历者占有超过了25% 中国一方面警告说劳动人口短缺 另一方面呢又有大量的年轻劳动人口无法进入劳动市场 那您怎么看这什么是真正的危机呢 在我看来呢 就是这个劳动短缺的 是现实当中的 存在的 其实很多是政策性造成的 是人为造成的 因为你政策不好了 很多国家的外资就撤走了 撤走了以后呢 对劳动力市场 就是纯粹的这种加工市场的 这个加工业 这些工厂就是造成了打击 所以农民工都回乡了 都没办法找到工作 这个是城市里面的 这个劳动力的这种短缺呢 是政策性带来的这种变化 那么本身的就是 这个劳动力的这个市场 它能不能够成长 能不能够还取决于 取决于这个政策的变化 所以刚才你的问题是说 怎么看这一对矛盾 是您非常感谢您 您刚才提到这个政策的 这个作用 还有可能是中国这个产业结构 也起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的讨论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独立时评人 郑旭光先生和人权组织 中国妇女创办人 张金女士的分析和点评 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 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 讨论的两个话题是 布林肯在中东谈加沙 未来治理问题 若铲除了哈马斯后 下一步如何走 还有李显龙明确交棒时间表 新加坡模式值得中国学习吗 网友可以通过X 也就是更名前的推特 在节目前和我们互动 参与我们的讨论 再次感谢两位来宾的点评 和观众的收看和参与 我是叶凡 祝您晚安 下次节目再会